不是字 啊 那一定是一幅画 告诉你 就是一幅画 朕是让你猜猜 那是一幅 什么画 什么画 皇上 竖尘一顿 猜不出来 靖安卿 你不是从不服输吗 猜 有了 他一定是 是先皇的画作 先皇乃是皇帝中的 第一画家呀 画的那山 那水 那花 那鸟 无不栩栩如生 空前绝后啊 画的那个 花啊 那花瓣上 没有水 也能显出万般的水灵 那鸟 那眼睛上 点那么一丁点的黑 他就立刻能扑隆隆的飞起来呀 朕问的是这幅画 哦 那是先皇的 孔雀芙蓉图 那孔雀上蹲的时候 都先抬起了左脚 他 这既不是朕的书法 也不是父王画作 那什么人 能当皇上如此气重呢 这 这真是荣幸之志 荣幸之志啊 再想想 往远处想想 往那 不可能的地方 再猜猜 不可能的地方 皇上 微臣愚钝 猜不出来 秦爱卿 一向聪明过人 你要是猜不出来 这画上画的是什么 朕就坐在这儿 不回宫啊 皇上 让微臣 为您布置一桌 好酒好菜 趁着院中桃花盛开 我们不妨 边饮酒 边赏花 边猜话如何 好 好啊 人是铁 酒是钢 一顿不喝 馋得慌 两顿不喝 两顿不喝 怎么腿都大晃了 到香楼 卖酒的 殿佳 喝酒 喝酒 对啊 殿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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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意思啊 你开门做生意啊 我要买酒 殿佳 我要三机壮元红 殿佳 开门 和尚想喝酒啊 没有 殿佳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怕我和尚不付给你钱 是不是 你收起你的银子吧 现在没有酒 你也不看看什么年头啊 什么年头怎么了 什么年头跟喝酒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 就是什么做的 粮食做的吧 现在闹蝗灾你知道吧 不知道 四乡八野的闹蝗灾 从平湖 安吉 一直到这里 哪个县没闹蝗虫啊 粮食都让蝗虫吃光了 我的店呢 都快关门了 你这个家伙想喝酒啊 喝黄尿去吧 别 别 这 这 喝黄尿去吧 你образ吗 你说什么是瘟灾吗 铺天盖地地 飞过庄家地啊 就什么都吃光了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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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猜出来了没有啊 这幅画画的是什么呀 皇上皇上的宝贝实在是高深莫测 皇上 臣真的猜不出来 罚你 吃螃蟹 要再猜不出来就再吃 什么时候你猜出来了 朕什么时候回宫 遵旨 去去去去 快松宝 放我们出去 放我们出去 给我们松宝 快啊 炒什么炒 炒什么炒啊 再炒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不敢 怎么不敢 要不是秦公子看上了你们两个 能让你们这么好好的待着 我们就我哥们早把你们吃了 喝酒 喝酒 混蛋 快把我们放了 等本姑奶奶出去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快松绑啊 行了行了 快放了我们让我们走 别嚷嚷了 省点力气 养点精神 秦公子到 走 过来 谁让你们把它绑成这样的 啊 还不去给我松绑 谁 我让他去就他去啊 不会去啊 你都去 走走走 相爷啊 呀 刚想住点头绪 又让你给打搅了 怎么样 猜不出来了吧 朕出的难题啊 就是绞尽天下所有聪明人的脑汁 是 他也猜不出来 是 那倒未必 朱大人也在啊 和尚 你这大胆和尚 竟然胆敢山闯相扶 奇怪啊 朱大人 连主人都没说话呢 你这客人倒替主人来挡客了 你这什么规矩啊 我怎么没见过什么规矩 放肆 放肆 那就由我再说一遍 你这个大胆的疯和尚 难敢擅闯相府 相爷不要激动 其实平生的胆本来是很小的 就是听说你们相府私设牢房 擅自关押民女 所以他就大起来了 胡说 我们秦相爷是大宋朝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 即便是私设那也是公事 即便是擅自 那就是必须秦相爷一动手呢 那就是指令 一开口呢 那就是法律 刚才谁替我呢 你这大胆疯和尚 皇上在此 还不赶紧跪拜 皇 皇上 哪儿呢 哪儿呢哪儿呢 我没看见 皇上在哪儿 皇上 皇上在哪儿 你上前 你上前 你看看 大螃蟹 你 竹筋 排骨 你们记得这个好朋友 你长几个脑袋呀 你慕武皇上 皇上这么一个大活人 在这儿站着 你能看不见 就是这么一个大活人 你能看不见 哪儿有人吗 没人啊 朕不是人是什么 你是人哪 那刚才我的眼里怎么看到 是一条龙 一条金黄的龙 是吗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朕就是龙 龙就是朕嘛 对对对对 皇上就是龙 龙就是皇上 那既然见了皇上 还不赶紧跪拜 赶紧跪下 平僧拜就是不拜 不拜就是拜 你 算了吧 不拜也罢 出家人心中有佛祖 朕也不怪罪了 嗯 皇上 嗯 朕想知道 你有什么能耐啊 有啊 平僧以前练过拳脚 有一身武功 天下无敌 哈哈 这好啊 不是耍嘴皮子的功夫啊 那你给朕 演练演练看看 嗯 不行啊皇上 以前的那些能耐 难道现在不算能耐了 此话咱讲 皇上你请看啊 平僧以前练武啊 有一招绝技叫黑虎掏心 一拳打在胸口 煞事厉害 不过以前的心脏啊 基本是在胸口这个位置 现在不一样了 怎么就不一样了 咱们就拿相爷跟朱大人为例 他们俩的心脏已经偏了 偏上司偏权位偏钱财 都快偏到嘎之窝这儿了 您说我要打他们 我还得一手提上个胳膊 一拳打下去 这多麻烦啊是不是 你这个疯和尚 你休得胡说 休得放肆 和尚 你说来说去 朕算是听明白了 你过去还有些本事 这本事啊 现在都过时了 嗯 不对不对 没过时的本事还有 嗯 比方说 猜话 好啊 这和尚 有点意思啊 哈哈哈哈 现在咱们就言归正传 嗯 你猜猜这幅画 是什么画 到底是谁画的 皇上 皇上 平僧已经知道了 您这幅画呀 是庄家人所画 画的是 《蝗虫啃咬庄家图》 哈哈哈哈哈哈 和尚 你这么说 凭什么呀 回皇上 因为平僧眼前 总看见 皇虫在飞 因为平僧 总看见 庄家人在急 对 错了 猜错了 这幅画 是彼正图 是东晋王羲之所画 大家都知道 东晋王羲之是殊胜 其实呢 他也是个画家 那是那是那是 那是那是 这是他唯一传世的画作 叫彼正图 嗯 不对 平僧还是不详细 哎 皇上 平僧只相信自己的眼睛 好 就把它打开 让你眼见为实 嗯 把画打开 是是是 何大 你就眼见为实吧 怎么 怎么样皇上 平僧没猜错吧 黄虫 可以咬了庄家图 哎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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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回事啊 只要你们俩点点头 马上就可以出去啊 简单吧 哎 哎 我怎么就不明白 你们俩为什么那么想不通呢 啊 我 我是谁啊 我姓秦 我 我是秦桧的独子 我是秦桧的独子 呜